好 那把泥土放上去以後 再把它壓扁 把它壓均勻 跟著老師的步驟捏著軟桃土 花蓮慈激學中心的親子活動 讓兒科病房內頓時熱鬧了起來 小朋友身體不是來住院 那因為住院期間 就一直待在病房也是滿無聊的 剛好有這個活動就來參加了 好啊 因為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東西 專注的神情將桃土塑形成小狗的臉 還要一筆一筆仔細畫出毛的形狀 家長與孩子要合力完成小狗勳章 在病房做一些親子的活動 可以紓解掉孩子他們住院的壓力 那也帶給他們一些歡樂 不會說住院期間就只有住院 然後打針吃藥 然後也一方面的去促進 他們親子之間的距離 放上舌頭與耳朵 已經可以看出小狗可愛的模樣 透過親子手作活動 讓病房裡更溫馨 帶來新聞 中國家長與劉洪志華聯報的